延续上一集介绍美国福乐纪念公园 如何协助来宾 打造出一份有尊严的纪念仪式之位 面对美国移民大荣如 各式各样的纪念节日 如何满足亚裔寻求办好各种仪式 请看东森新闻的深入报道 看法师前程诵经 为往生者祈福 甚至带领台下所有民众 人手一本金刚机 加入这个充满爱打猎 这就是福乐纪念公园 充满慈爱与关怀的清明节活动 让许多孩子从小就能耳毒目染 一点都不怕死亡 鼓励全家人呢 我们真的是鼓励全家人 一起去纪念我们的先人 因为有些人很怕带小孩子来牧园 因为他们总觉得是说 可能不吉利或者是不好 那我们尽量就是 让他们去减去这个顾虑 像我们每一年都会办很多不同的 比较活泼性的活动 像清明节的话 我们有书法 折纸 画画 然后我们最近可能会有个5K run 就是全家大小一起过来参加我们的跑步 然后会有东西送 会有东西喝 会有东西吃 这种方面都是让我们的家人都去理解到 牧园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而是一个很亲切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躺着的都是我们的亲人 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不只关心下一代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美丽的六大园区 打从一开始建造就完整考量细心规划 不止所有道路四通八达 更棒的是不论从任何一条道路进去 都能绕遍园内每一个地方 根本不用担心会有塞车困扰 第一是说交通方面我们都是很方便 每一个墓园的设计都是在高速公路旁边 一下来就很快就到 然后我们墓园的本身设计也是四通八达 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所以你来到之后即使是重大的节日来了 你也不会有很严重的塞车情况 我们不会塞两个小时 又出墓园又塞两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很顺畅的 然后在重大的节日我们亲自都会去做一些交通安排 像交通的指挥去帮助我们每一个墓园 每一个家人可以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过来去参加公路节日 不止硬体设施健全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更特别用心扩展亚裔服务网 在Kovina Hills园区内安排多项活动 来帮助亚裔社区延续清明节的优良传统 我们就是五年多前差不多六年前吧 我们开始了这个华语步 那我们觉得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在美国 一定要非常需要很多人的坚持才能维持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它会帮助不同的社区 然后对文化方面的帮助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整个墓园的概念就是从我们伊特恩博士开始 就觉得一定要从文化啦 从艺术方面去帮助人去把那个悲伤啊 捡到最低这样子 周全考量华人需求外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 凭借着全球最顶尖的生命礼仪服务 更致力于推广生前规划的各项好处 不只能帮助每位贵宾打造人生最后 一份难以忘怀的想念 还要协助尹法族更进一步追求家族和谐 现在的老人家呢更好 他们呢就是听了很多我们这些说 生前规划为什么那么重要啊 然后呢要为自己好好的去打点一切 那小孩以后不用担心 不知道他们的意愿是什么 所以现在其实非常多的老人家 会来跟我们做这个生前规划 然后就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会问他 为什么会想起来做生前规划 他就会说哎呀不用烦我们的儿女 我们现在自己要怎么样就清清楚楚的交代 然后呢就不用去为我们的儿女 为我们这件事去烦恼 然后有时候呢也不想他们乱花钱 所以呢自己决定要怎么样 就交代清楚 然后就把这个办好这样子 拥有美丽的六大园区 与超过百年的专业 福乐纪念公园 南加州各地办公室 还建立起一批能说中文 广东话与粤语的专员 用心服务华人 更多专业的生命礼仪服务 还要在下一集介绍 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东文新闻未宽用至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